Hello,大家好 呃,今天美国的 贸易部呢 就公布的最新的8月 美国8月的进口跟入口的一个贸易数字 这样呢 就update在那个他的dataweb site里面 呃,我就把资料整理一下 就呈现了这个,呃,这个图表 如果你对之前美国 或是马来西亚,或者是中国的出口 马来西亚出口的 手套一次性的这个出口数字 呃,可以看回我之前的视频 我应该在5月的时候 5月6月7月8月 都已经有讲了哈 所以你可以看回之前的视频 呃,通过这三个视频呢 就这个是中国出口 手套出口 一个是马来西亚 手套出口 我讲的是,呃,医疗性 医治性手套啊 还有就是美国的入口的数字呢 你大概大概就可以判断 现在的手套的这个 呃,需求量 然后呢,对你的投资呢 就有一些的帮助 这些数字呢 都是在 在观光的网站里面找出来的 呃,我之前的视频呢 也有跟你们讲 分享的如何从这个网站里面 把这些数字 捞到道路下来 你们可以去看回我的视频 呀,这边我就不重复了 OK 呃,八月呢 这个中国的出口数字 我已经分享了 前几天呢 我也分享了 马来西亚的八月的手套 一次性手套出口数字 呀,呃,从过去的 从中国跟马来西亚来看呢 再比较一下今天这个 美国的入口呢 我们就说之前的判断呢 是分析这个 中国跟马来西亚手套 应该也是 都是差不多 呀,这个美国入口呢 就是验证吧 呀 OK 这我们来看看价格数字 这里看到的就是 quantity 也就是数量啊 这是medical curve medical 定金手套 呀 定金手套呢 是美国 呃,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些 一次性医疗手套 呃,美国人的性命比较重要 他们是 要买 quality 不看价钱的啊 这是美国的 美国人的 呀 OK 最 这边呢 最 呃,最右手边这个数字呢 就是八月的数字 quantity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 八月呢 其实是 历史新高 啊,历史新高 他入口的手套的数量呢 是比他之前的任何一年都高的很多 每个月都高 你看这个是每个月的啊 你看这个是一月的 Generate 2020 也就是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呀 呃 呃,那时候到现在的数量 需求量 而且呢 八月的时候呢 是新高 呀,新高 新高是什么意思呢 啊,意思是说 之前有人说 很多人说需求量未下跌 啊,这个只是跟你说 美国入口呢 是更高 比任何一个月的时候 更高的多 OK 嗯 当然 你也是可以说 未来十二个月才会下跌的 OK,这个 我也没有否认 但是同样的 呃,这个想法呢 在一月的时候 2020年一月的时候 也是有讲过 啊,你看一月下来试试 啊 然后呢 又回去了 上去了 然后这个在五月的时候最高 然后又跌下来是不是 那又上去了 所以还要low 还要high 呀,所以需求量是越来越高的 OK 这样可能又有人问 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需求量这个时候是这样子呢 这边是低的 啊,这个主要是说 那时候你想买的话都没有 我都没有付给你 啊 这边多呢 主要是中国 啊,中国出口 跟马来西亚的一些 啊 tapacity 啊 他们 现在终于有付给你了 OK 并不是说这边的需求是不需要 只是因为那时候是没有付给你 卖给你 因为我有付卖给你的 OK 就这么简单吧 呃 这样以后会不会继续往上去 或是往下来 我不知道 我们就看数字吧 OK好不好 呃 但是呢 我觉得 六罗默来讲呢 这个数字呢 就是说这个 这边的数字呢 这个啊 我觉得 这个可能就是以后的六罗默了 OK 这个六罗默啊 2020年 但是你不要忘记 在2020年 2019年时候 还是在这边的 OK 这边的 也就是说 它没有可能回到去疫情前了 啊 它最常都要回到 它最常都要保持这个位置 啊 据说它买的时候 它 美国可以维持它 这个医疗系统的 这个数字是这边 啊 它最少要保证 它有这个stock 在它的 country里面 它 这样几十 会飞到这个 ROMA呢 我也不知道 我们就看数字吧 好不好 但是呢 我觉得短期里面 也不会 跑到这个数字里面呢 它继续会 它继续会在这边盘整肉啊 然后再下来 OK 这是 呃 美国的入口数字 还有件事前要讲的是说 你看这个 这个是蓝色是 马来西亚的 全色是中国 灰色是 泰国 黄色是其他国家 呃 出口马来西亚出口的数量呢 人家虽然 tokroft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卖给美国了 但是你看它的量也是很多的 OK 也是继续往上去的 啊 啊 解释是说 之前讲的这个龙头 消失呢 这个就好像没有发生 呀 中国呢 比较多的时候 这是时候比较 这个时候是比较多的 OK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是MCO 马来西亚MCO 60%的FROZ 我都没有货给卖给你 你可以看到的这个蓝 你看这个蓝色的 之前这个跟之前这个数字差不多一样 看到吗 这个数字 蓝色的 现在我东西有FROZ给你了 我慢慢卖给卖多点给你 现在呢 大概是马来西亚大概是 在9月的时候呢 就是100%了吧 应该是吧 呀 那时候量可能会更多 而且tokroft呢 又可以出口去美国了 这个就看吧 看接下来的数字 ok 我们就不要去猜 呀 我们就看数字来 数字来判断 ok quantity 越来越高 代表说需求 才是继续增强 呃 还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才会飞到去这个 ROMA ROMA range 很长时间 才去往上去啊 历史新高 ok 中 而且这个数量来说呢 马来西亚的数量呢 也是越来越高 反正中国呢 就越来越少了 看到吗 应该少了 下来了 ok 嗯 这个是 大家都是很容易去看的到东西 呀 我不需要客气的去 也是跟你听 呀 现在我们去看另外一个 呃 就是 种子 这个呢 就是种子啊 USDollar啊 ok 你可以看到啊 他这边上去啊 到这边啊 这个数字啊 到这边啊 多多倍 一倍 一倍 两倍 三倍 ok 起码 起码 他 跟买的数字是增加了三倍 但是 量呢 只是增加一倍罢了 ok 增加一倍罢了 ok 你就说ASP是这个时候 是是飞上去的 ok 然后呢 但在Dollar来讲呢 中 马来西亚的量也是一样 你看也是一样 增加 增加 中国呢 你看他反正是越来越低的 ok 越来越低 因为他ASP是下来了 ok 呃 这边可以看到呢 虽然他的数量是历史新高 但是他的这个 总数 这个总值呢 还是比这个跌下来的 跌下来的 因为 整体上ASP是往下跌的 这个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ASP是很低位往下跌的 只是不知道他跌到哪里去罢了 呀 我觉得他最少都会维持在这个位置吧 这个 这个point 这个位置 啊 他六螺蛮之后 都是在这个位置 几次到这个位置 我不知道 我们继续观察 呀继续观察 呃 所以 如果你说他两年过后 会被中国吃掉 这个我不知道啦 可能也是为了 ok 但是我们去看数字吧 好不好 ok 现在呢我们去看大家最关心的ASP 这个是ASP ok so ASP呢 红色这条线呢 就是 呃 美国入口的average selling price 呃 他的 总就是把 把中国马来西亚泰国 跟所有国家加起来之后 统计一下 这个就是他的ASP 呀 so 但不 没有不可否认的说呢 ASP是已经往下跌了 ok 但是 整体ASP呢 不是大家想着说跌了30%啊 还是慢慢的往下跌 也不是每个月跌5% 10%这样 不是想要一下子跌30% 都是往下跌的 ok 另外一个真正往下跌很厉害的 啊其实是有的 但是不是马来西亚 是中国 哎呀 ok 现在我把这个数字 在图弄大点 给大家容易看点 ok 大家不要忘记啊 这个 呃 5月 6月 7月8月 是没有talk growth的 ok ok 没有talk growth的啊 ok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 呃 6月吧 6、7、8吧 3个月啊 最好看的 ok 3个月呢 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说呃 第一个呢 8月的时候呢 73块这个呢 是其他国家 67块这个 你猜猜一下 对了是中国 这个是中国啊 中国 中国 中国的 有100 快 120 快 跌到去 67 快 跌了差不多一半 啊 而且最要紧是什么 message呢 他虽然价钱跌了一半 但是他 quantity呢 没有比马来西亚多 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现在是大减价 但是马来西亚 不是马来西亚 但是中美国呢 你便宜卖 我要不要跟你买 我宁愿去跟马来西亚买啊 而且是马来西亚的 你看啊 马来西亚的价钱啊 这个是这个呢 这个83块呢 就是马来西亚价钱 马来西亚 当然没有中国 120块这么多 主要是因为 OPM 不一样啊 这个大家要分歧 大家要去 如果有研究的话 就知道我讲什么叫做 OPM 跟OEM 啊 价钱跌下来是有原因的 ok 并不是因为他的价钱 中国卖的比较贵 因为那时候他也没有 他是OEM 你看 那这里可以看到 现在就算我是OEM 现在我的价钱也是83块啊 你的OPM 中国是67块罢了 我还是多你20块啊 我价钱还是比你高 而且我卖的数量呢 也是比中国高 这个代表什么东西呢 代表说 就算你减价 美国人也不要跟你买 这个是很简单的 ok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 下面这个 60多块 这个就是泰国的 ok 然后最底这个呢 最底就是average of sample 国家 ok ok 你看泰国也是一样啊 98块啊 这道是75块啊 那这道61块啊 马来西亚呢 还是在高位啊 80多块啊 ok 80块以上 中国的已经卖到67块了 泰国是61块 其他国家是卖七十多块 ok average 起来是大概是76块 所以 ASP是跌 这个是40 但是马来西亚不是跌太多 啊 反正是中国的跌的很厉害啊 这个 为什么 大家去判断一下 呃 我个人是认为呢 马来西亚的这个quality呢 肯定是有这个保证的 ok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特别支持的OEM 马来西亚是经过 马来西亚是经过美国 很大的一些代理商 跟销售商来 啊 卖出手套的 ok 这些销售商是卖给 美国本土的医院 跟一些大的 一些hospital change 呀 像中国呢 他是自己卖的 他肯定他这个销售能力呢 是没有那么厉害 跟你卖不出去 怎么办 你就便宜卖咯 ok 这样通常马来西亚呢 就跟这些大的销售商呢 就有一个long term contract 价钱肯定是好一点的 ok 因为long term contract 我在 我在中国卖120块的时候 我还是卖一百多块哦 我没有请你叫哦 然后现在 呃 中国卖60多块 contract price嘛 你当然也要继续给我高一点价钱 这是Pixels Model的东西啦 嗯 有做生意的朋友都知道的 ok 这个也不需要去解释太多 ok 整体而言呢 ASP是继续往下定 这个是事实 但是跌的速度 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快 这件事情 泰国跟中国的ASP呢 是跌的是很厉害 非常厉害呀 呃 应该是有跟那个quality 跟那个 Business Model有关系 有关联 大家可以去自己做功课 哎呀 嗯 龙头 马来西亚继续是龙头 中国卖的便宜 但是它量的也没有马来西亚多 就说我 就说说一次是说中国愿意便宜卖 人家也不愿意买 美国也不愿意跟你买啊 就有这个问题啊 啊 啊 Tockroft 还没有算进去 这个要讲的就是说Tockroft 应该在10月的时候 我们还看到 他9月送过去 10月还收到货吗 10月的时候进口数字 我们就可以看到Tockroft 对这个 ASB有什么影响 呀 他会不会随便随便 又便宜卖 要抢肥市场 便宜卖 这个不知道 呀 那时候我们看数字 我们就知道了 呀 呃 另外一件事情 可能大家股有可能 不是很清楚的 就是美中美关税 贸易关税啊 呃 所以美国呢 因为这个COVID-19呢 他就 把手套股 那些医疗 医疗物品呢 就examded 然后就说 中国进口呢 是不需要给税的 呀 好像是15%到25%左右吧 呀 那个入口税 关税 这样因为有这个病情 疫情的关系呢 美国呢就说 哎你们暂时不用给 他本来是在9月30号到期的 OK 然后呢他们又extend到去 10月15号 就是15月 所以9月11月 11月中 45天 9月30号的45天 大概是 11月中吧 你说 他 那时候他们还在考虑 要不要 examded 他是要抽你税 啊 所以这东西你要考虑一下 如果美 这件事情 如果 如果美国 中美关系 他们又跟 中国抽这个手套税的话 这样他的 这样他价钱肯定是更高的 OK 这样 那马来西亚当然是得意的 因为他 可以卖的更便宜 OK Quality更好 这样美国呢要跟随买 OK 这个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这东西呢 大概在11月中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Announcement咯 看到有没有 美国有没有官方 有没有一些宣布 啊 如果他说他要投税的话 哦 这个对马来西亚来说 手套口来说呢 是一个利好消息 啊 OK 这个就是 呃 一些 呃 美国路口 数据的一些看法 一些判断 分析 啊 你们不要相信我 你们也不要相信我讲的东西 自己去看 自己去把这个报告 从网上 捞下来 然后根据我教你的方法 去做一些类似的分析 类似这个图 呀 之前有讲过了 自己去看两路 然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一下我没有讲错 呀 呃 可能我这个是算错了的 我Excel Special 一些formular 放错了啊 不知道 所以你自己要去验证 OK 所以我没有叫你买 我没有叫你卖 这个呢 并不够成任何买卖建议 呃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去帮我share 帮我like 谢谢大家